光复乡公所为了发扬传承阿美族传统服饰的文化记忆 特别开办了阿美族传统花帽制作的研习课程 不仅原和妇女姐妹一起参加 又男性一起共学 而乡长林清水表示 即将消逝的文化工艺 大家不分族群共同学习 要合力传承下去 妇女成长班阿美族花帽制作研习课程 进入最后一堂课 学员们把握机会 跟着指导老师请教再请教 希望能够顺利完成花帽作品 看似简单的花帽制作过程 工序繁杂 手工系 部分学员们嘴巴嚷嚷着说 要用新台币来做 双手却也忙着制作更爽进度相当有趣 我还想来想去 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想说再上一次看看 就比较会一点 老师在教 然后我们是这样剪 然后还要用创绳子装 然后贴一下 粘 工很多 真的还是买的划的来 不也是贵也是工 我们想工作这一场阿美族 传统花帽制作研习课程 不仅是圆和妇女踊跃参加 也有男性学员一起共学 很难哦 对 哪里最难 上它全部了 就是羽毛的部分 对对对 我们看到漂亮以为很简单 对 结果那么难 现在买的很容易 但是做的不简单 顺利连任的乡长 林清水在逐步推动完成地方多项重大工程建设后 文化产业观光也逐渐成为实证重心 这一次开办阿美族传统花帽制作研习课程 乡长林清水表示 重新附赠即将消逝的花帽的工艺文化 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文化记忆的种子 合力传承下去 我们今年度的11个工手妇女班 陆续来开办 他们提出来各项的传统的手工艺也好 我们的开办 我们现在以前有开办过 同编 主编 然后游泳舞蹈 然后现在这个班是大花帽 那另外就是青人带 我想就相关的传统手工艺 制作我们来推广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妇女班 对对我们可以进一份力量 光复乡公所注重两性平等 辅导成立妇女成长班 并且依照各班特色与需求 来规划各式研习课程 来拓展生活学习事业 成为光复乡文化观光产业建设发展中 最温柔的力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